哈喽,大家好,我是昏,我是幸福导师,给你力量创造自己的幸福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必要性,必须 你看一看你生命中过去三个小时的选择 有多少选择是出于必须,必要,或者必须不的 比如说,你必须吃饭,你必须喝水,你必须穿衣服吗? 你必须工作努力,挣钱养家吗? 你必须接孩子上放学回家吗? 还有你必须必须必须,或者你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或者你绝对不能闯红灯,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必须 从小时到大时,有多少必须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百分比,大概50%,60%,70%,80%,90% 可能很多人大概在80%左右 那我现在邀请你做一个练习 你可以现在跟我一起做,你也可以视频结束之后 看我完疯了之后,你再去做 好,那接下来的几分钟 你的每一个选择,非常非常小的选择 眨眼睛,呼吸,喝水,动手 你都可以问一下,我做这个选择是出于必要性 还是出于真正的无限的选择 OK?那我现在第一个会对自己问的问题就是 我盯着这个镜头看,是出于必要性 还是出于选择,这里面有一点必要性 好像这样才能美美的 那我就看这个手机中间 我看手机中间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冒出来念头 说啊,这样看,大家看的会不好 好像没有看着对方的眼睛 那接下来提问就是那看着对方的眼睛做视频 才是最好的视频吗?这是必须的吗?好像也不是 那如果这不是必须性的话,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你也可以问,如果这不是必须的话 那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可以在这里各种玩头发 我也不需要,我可以背对着你们录视频 我也可以弄半张脸蹦打着录视频 好像我现在开始放松了 好像刚才那个必须一定要做一个完美的视频的 那个必须必要性已经不见了 那还有什么呢?我接下来我还可以提问 诶,我面前有一杯水 我必须要喝水吗?不必须 那如果是我选择的话 我会想要喝水吗?现在不想喝 那我就放下它 你看,我现在必须要穿衣服吗?还真不一定呢 那我就会,你要知道 穿衣服这个例子很好啊 我现在视频面前跟你说这个事 你大概笑了吧 好,我现在我的身体说我不必须得穿衣服 那同时我会问哪回有什么选择 我可以在当场这里在这个视频上脱衣服 OK,好,那我如果选择脱衣服的话 我会创造什么? 我可能这个视频会直接就被屏蔽掉 就你们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个视频 OK,那是我想要创造吗?不是 那我还可以有什么别的选择 诶,身体你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时候 不会创造负面影响 或者不会创造你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 你是不必要穿衣服的 身体说那绝对是 我身体好喜欢不穿衣服 OK,那我怎样创造它呢? 有没有发现穿衣服也不是必要的 我突然觉得我拿这个例子挖了一个好大的坑 那接下来的提问就是 是不是在视频上给你们展示的例子 就是必须非常的正确 非常的恰当的例子 是必须的吗?好像也不是哦 那我接下来的提问是 OK,那我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如果我选择把这个视频像这样子发出去 会创造更多吗?蛮轻的呀 那我选择把这个视频 我还可以选择把这个视频关掉重录 嗯,有点重诶 会创造更多吗?好像也不会 那这项视频就是不完美的呈现 它必须完美吗?不必须啊 你看一看,刚才这个 刚才我现在给你现场演示的这个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跟你说话过程中 我其实世界里面也有很多的必要性 但是当你在提问的时候 你在提问的时候 这个必要性 它可以不是那么的凝固 你可以开始看到 诶,除此之外 你可以做别的选择 现在你有没有轻松一些? 有没有愿意识想要去做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 当然我是邀请你做几分钟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想得起来 或者再不断的提醒自己去问自己的话 那它对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它就像你随时带着一个铲子 你在面前看到一个砖 你就去翘翘它 把这个砖翘松了之后 你会发现 诶,我的生命中原来可以这么轻松 还可以这么好玩 而且你知道吗 还有一样东西会渐渐的消失 就是你的情绪里面的抵触情绪 你的抵触情绪 因为你活在必要性的时候 其实你是会有抵触情绪的 就像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诶,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讲话 这个工具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坚持五分钟 好好地做这个练习 然后我这样说完 你会什么反应 你你算老几啊 你凭什么这样规定我呀 我就是不听你的 因为这是必须 这变成了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老娘很不爽 或者即使你去做 你也会有抵触情绪 因为它变成了必须的 你的生命中 基本上没有什么必须的东西 我说基本上是为了你不下结论 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你必须的事情 一切都是选择而已 而你真的用这个提问 把自己带回选择中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自在 去玩吧,如果你想的话 完了回复我看看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好,下次见,拜拜